今天用漢族的礼 是这样 这个礼是从汉朝的这个礼上 那么再用我们那个蛮礼 是这样的 那么再严重一点是这样的 还有是这样的 他在调音 OK了 我这没音了 有了 我就先唱一个插曲 因为我们都相信 我们都相信 我们不可以解释 所以我们开始 他唱一首歌 所以你知道 这个 八角鼓 其实是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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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甚至于 你不听很久 在北京 即使你很流行 在当时 当时 最新的 清掌 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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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过树风轻改变秋涌 斜摇勤寻夹课漫步戏头 过桥洞 但则见两三毛屋在霞阳里 村树枝头也已红 柴飞扮演 柴飞扮演 华身处绝无鞠马迹 一旦听水流声 历多十一帐 敲门 无人影何不村前问牧童说 谁家毛屋望云送 童子孝焕先生说 红尘不在此山中又何必劳军 问姓名今朝才又往西南 却也不知在碧水 爱情山的几重 好 这个是个小差曲 所谓的差曲 所谓的差曲是在前龙年 有一位叫保小差的到征金川 按着四季唱出来这个曲调 所以冠以名字叫差曲 所以这叫差曲 意思是 吞吞唱歌 简单 但编辑唱歌 所以是从 一百年代 一种流行的流行 开始製作这些短和流行的歌 我说是季节 所以是季节 季节 但是 帮助人们的感觉 社会和社会 这种歌 中国的文学是 唐诗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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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名传奇 那么到了清朝呢 我们可以把子弟 唐诗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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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如果您追踪的文章,您可以看到 曲头,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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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所以这种形式是从开始的改造,改造,改造和改造。 这些语头是由金语代语代语的语头。 他的曲詞偏於雅訊,近乎於詩詞 是與中國的地方戲,包括京劇在內不同的 特別在乾隆年,視為文人藝術的代表 當然這種文人並不是準文人,跟唐朝宋朝的唐師宋慈的那種文人是不一樣的 當然這些詞詞的寫作者,有類型的文人和詩詞 所以他們不同於詩詞、詩詞、鄉詞 因為不同的社會、政治、政治、教育程度 他們是不同的 我給您出難題了 所謂不一樣就是因為是八旗子弟 因為唐師宋慈時代的文人是為了給國家歌功頌德寫的一些內心不平的詩詞 而這個八旗子弟他不存在著我要爭什麼功名富貴 所以他天生上來的就是一種貴族階級 所以他的這個曲詞創作就是充滿了很多的自癒的消極的狀態 所以, unlike many Tang and Song poets wh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a lot of ups and downs in life and so there's a lot more political intention or background behind it these zhdi, shu people literally writing it they were banner people so they are kind of detached from the court politics and moguls because they were forbidden to take care of this that's why when they write these texts they write more for their self-entertainment, self-expression but in a very subdued, very pastoral and lyrical tradition so the styles and meanings are very different 請前排就坐 這個再友呢就是他有一件樂器,是八角鼓 他賦予了政治色彩 正四香 那這裏邊有三個小草 是三八二十四個孤山 就是二十四個君 滿猛漢三旗 滿猛漢三旗 這裏邊有一個叫如意盤長 過去婚姻的事情都要遞如意 這裏邊有一個叫如意盤長 滿洲人清代以來是如意的文化 過去婚姻的事情都要遞如意 因為過去相親的話 要是選中了哪一個格格的話 就把如意遞給他 就可以取了 這如意 那麼現在呢就是一個很俗氣的叫法 叫中國節 這個是非常俗氣 因為中國人最怕節省 就有節 他們倆有過節 有矛盾就記了一個口 要想解是開就得吃一頓 咱們把這口解開,喝個頓酒就好 那我再唱下一個曲子 是《卸直入深山》 這個曲子也是一個隱居休閒的曲子 這個曲子呢是《卸直入深山》 《風雨歸洲》 這個《風雨歸洲》呢很有意思 它用了中國的語言上的 什麼巴哒哒哒哒哒哒的這種形容 這種形容沒法翻譯 只有您懂 您不會翻譯這個吧 《卸直入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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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直入溫騰》 《卸直入溫騰》 《卸直入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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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얼마件不止嗎?》 西北前天风雷起 乌云滚滚河满满 幻童儿烧时遥情 知草听见 忽然风雨走 遍野起云烟 巴达达达冰雹把山花打 咕噜噜的沉雷震山川 风吹绝岭 当了朗的山 刷了啦 大鱼似涌泉 山蛙滴水满 剑下似深潭 沙石坚雨珠 风儿寒 天清雨过风 风霄云散 急茫茫驾小船 灯州离岸至河间 抬头看望东南 云走山头碧莲亮的天 长红道挂天边外 碧莲里的荷叶趁红莲 打上来的地里里的金丝里 酸辣了放下来钓鱼干 摇将传龙岸 七舟至山前 换铜儿放花篮 收拾锁衣和鱼干 一半鱼儿河水煮 一半刀长 金爱去还 救浅 钱 这一段呢 它是一个语言的歌唱 完全是中国的汉字堆砌起来的 是看著曲譜唱不出來的 過去我們練功的時候經常拿這個唱 它在一個準節奏當中 這個在歐洲也有類似於這種歌唱 我不太懂這個 但是好像我跟歐洲有一個先鋒樂隊 它們就是即興的這種爵士黑人音樂 它們有這個 它的腔調 它把它的漢字奉為第一 再有就是節奏 最早的歌唱都是沒有弦樂伴奏 只是用這個集結 就是用節奏 所以節奏跟漢字 就是它的曲詞 才是最重要的 對 因此延伸出了氣節 氣節 氣就是唱這個字 它要有氣 節就是控制它的節奏 君子有正氣 君子有正氣的話 做人正就有氣節 第一它有節奏 第二能夠控制 就是君子 所以中國的樂是里樂文明 有氣節的君子 那氣節是最重要的 那麼節奏 那這樣呢 就給我們傳下一句口頭的經典的話 叫字是骨頭 槍是肉 板是老師父 字是骨頭 唱槍是肉 板是老師父 那麼夫婦參配陰陽呢 丈夫是骨頭 妻子是肉 兒女呢 是你必須得要撫養成人 走上一層路 文化的傳遞 字是骨頭 槍是肉 板就是節奏 節奏是師父 板是師父 板是師父 要是家庭的師父 要是家庭的師父是誰啊 是父母啊 父母叫你幹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的老師父就是媽媽 媽媽打電話老祖父你這樣那樣那樣 所以說中國的樂是跟夫婦啊 家庭啊 國家啊 是參配的 是參配陰陽 好 我們下一個是秋生父 唱一個秋生父 秋生父 唱完再解釋 好 哦 央央央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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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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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也 堕 书 胡 廷 的 窗 儿 外 耍 啦 啦 啦 瞧 响 大瓶珠 夜深夜人寂静晚来 在无上 楼野树 河处飞升稻草炉 恍如那海门朝永迁江浪 不雅如万马奔驰 赞路途光闪闪 青灯儿一盏摇树岸 冷森森喊其心人 一部书 胡同其乎留神看 童子归回说 踪迹无担则见 碧落悠悠行斗残 岸银河耿耿月儿故 汉中敲远寺 红烟灶云 途金风儿自兮 至远来是 风浓霸八交锋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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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子一生 嘗嘗嘗嘗嘗 盛也勘探流光日月 素雾香春来 千树桃花已翠柳 到了夏天 这万朵的红莲 趁也扑折而尽 秋风而已起寒翠树 把以往的浮华 尽皆无探人生 皆自无为妻为子 为名为列终日里 奔奔茫茫茫 牢牢女裸露 全部想着光阴留不住 朝夕飞愁愁 直落的薄法银头 行如高墓 先生参透了人间苦 他夜深眼眷暗尺处 挑灯雨写秋生赴蒙恩 回头见童子吹透水熟 这半支秋生赴 还有后一半 那么我们是用口语 把欧阳子原来的文言 顺成可以听的句子 这就是符合中国的文仪载道的一种形式 文化就是催生化育文仪载道 用文字记录下来 一代一代的人生下小孩往下传 催生化育就是文化 所以那是半半的奥云茫茫茫茫茫 是在评论 但是这就是一个评论 的评论 所以他已经有了变化 但是另一个点 他说是 它在用意历史上 这就是也可以 一样文化 是非常粟大的文化 这是一个意思 这就是文化 非常小的文化 它为文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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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阳修时代,中国的宗教还不太健全,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很丰富。 那时候的读书人和政治家们,他们信奉的是天地黄老。 从储慈的屈原的这种对天地敬仰的精神,和对身边的人群之间的感应,再加上孔夫子的一种仁爱的忠孝, 最后看到了自然万物的各种环境,而人的这一生的百年的流逝,所以就留下了这个秋生腹。 。 これは你希望能够人制過一些婚選 story look there is a big philosophy around man vilence and people's morals 到大ism the daoism, howЦ do you engage in the world or not engage in the world the daoism Where you engage the world actively that is конф Isnism but you say what the heck with it then you leave and go out,that's Taoism the the fisherman is in the chinese concept is actually a philosopher to engage with nature 老子说,天地万物,认自然,是在中庸上讲,一泉石,一勺水。 那就是往夸大地说,人是永恒的,人是和天地同生的,是这个意思。 人的永恒和长生并不是一世,而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文明和思想。 艺术和生活,传播思想的人和学问的人,是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 是这些民俗家、历史学者,是这种人。 传播艺术的人呢,是歌唱家、表演家、戏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艺术类的人群,书画家都算上。 唯独传播生活的人是最渺小的。 真正传播生活的人是谁呢? 是妈妈、爷爷、奶奶、外婆,是这些呵护你的老人。 欧阳修叉就是把这个威劫,把人变作一个草木的虫儿,看到秋天来了。 草木之秋的小虫子,蚂蜡,还有蜻蜓,它只能活一百天,像蟋蟀,百日虫。 秋风、日虫,寒蜡。 它借百日虫来比我们的百日深。 秋虫不知寒蜀。 有一个虫子去说一年只有三季,春夏秋。 工业常跟孔子说我会不会告诉他可以有四季呢? 孔子说不用告诉他,他只活三季。 因此我们做学问的人是不与无知者辩论的。 那我们传播生活的人恰恰是身份渺小,但是行为是高于哲学家、思想家各种各种的家。 所以欧阳修的精神就是说,作为一个人置自己的家,把自己当作草木一丘的虫儿去看待,才能够立得起来。 才能知道生活的坎坎坎和幸福。 只要有了孙子了,就不远了。秋风儿一起含催蜀。 所以说我们面对这个秋生妇,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有别于宗教一种情的感悟。 其实如果您在这个歌曲上,并认为所有的信息, 它并不算宗教的宗教, 它虽然有别于宗教,但是不反对宗教。有别于一种情。 这个是,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感功利禄的演唱。 所谓感功利禄呢,就是一些在求政无门,求学无数,生活上比较痛苦的人。 那么他们要唱一些休闲的曲子。 这种曲子叫感功利禄。 感是感应的感,功是功劳的功。 力是名利的力,禄是功名利禄。 也是秋景,叫大秋景。 所以这种类是一种冬天的歌曲。 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 这首歌和这首歌会说是《大冬天》。 其实是一种反对的。 所以这些是比较基本的文化。 这个学名叫《一夜调》,叫鱼歌唱完。 就跟刚才的《秋生妇》是不同的,另外的一种理解的人生的感目。 至于歌唱呢,它的特点就是加了曲牌了。 它里边有一些不同的腔调。 那么这个名字呢,叫腰结。 所谓的腰结就是把曲头曲尾,蓝腰结段,中间加上若干个曲牌。 这就是我们的朱公调的套曲形式。 而后发展的原曲,后来的南北传奇,都是一条路走下来的。 本来这些曲调在乾隆年是很文雅的。 后来到了光绪年以后流入市场,变成民间艺人演唱了。 为了符合观众的口味,改雅为俗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到这个曲艺团说唱团去听。 一页钓鱼周围续降头。 一页钓鱼周围续降头。 一页钓鱼中。 无忌 月 轮 逢 哦哦哦哦 固没酒且消愁 青瑶奖 荡姑舟 月龙秋水明如舟 一行正眼 沿下路舟 水云香里 载酒来游 江山千古 爱是欢 爱是欢 赞还依旧 清风明月 同长久 欧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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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岸岸 世上空中 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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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 既古舟晚来时 鹿花岸上风 风儿走萧萧 细雨秋江冷截断哪 山外 青山 楼外 楼 I have a special request because the last time when he sang the tone the sound balance is very off I'm very unhappy about it so I'm going to ask him to sing that song again with the sound balance right 刚才你唱的秋风池的时候 那个声音的伴奏感是很不对的 所以能请你再唱一次 因为那个歌 因为这个歌是很意义的 所以我们谈论它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 都学过这段古文 学的古文真正的深刻含义 就是我们面对秋风 面对衰残 面对坎坎 要有一种什么呢 要有一种随欲必明 随柔必强的态度 这个随欲必明 随柔必强 所以愚蠢不是坏事 柔弱也不是坏事 柔弱是至坚 愚蠢是太平 凡是愚蠢的人都很太平 凡是柔弱的人都是很长寿的 所以千万不要太 好话说是耿直 坏话说是太藏了 这个老藏头 别这样 你有个靓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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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有 有 有 我 放一朵书 忽听得窗儿外 说啦啦啦啦 敲响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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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听 住 夜深夜人寄静 万来无声 楼叶树 何处飞升稻草炉 黄如那海门朝永迁江浪 不雅如万马奔驰赞路途光 闪闪青灯儿一盏妖树岸 冷森森寒气息人一部书 忽同其乎留神看 童子归回说踪迹五弹刺剑 碧落悠悠星斗残 银河耿耿月儿故 寒中桥远寺 红烟造云突金风儿自兮 至原来是风浓八家风为主 吼 自已盛长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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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巧 上 眼 看 探 看 流光 日月素 香春来 千树 桃花 已翠柳 到了夏天 这万多的红莲 趁夜 扑折而尽 秋风儿 一起 寒碎树 把以往的风华 尹佳 无探人生 佳此物 为其为子 为名为利 终日里 奔奔茫茫茫 牢牢 欲碌碌 全部向着光阴留不住 朝夕非愁处 只落得 薄法 。 音效 五曲 abor 应 Dü 岐 鱼 鱼 先生 参透了人间土 便 甚 眼 闲 眼 尺 挑当雨写 求生父我忙 回头见童子吹头水 一夜暑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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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